你的意思是 我爹救了你 是 你爹他救了我 那你為什麼會在這兒 那是因為 山妹 山妹 玄哥哥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安秋生說他沒有殺害我爹 那他為什麼會在這兒啊 安秋生老奸巨華 你不要相信他的規劃 可是 別可是了 這兒的環境對孩子不好 先出去 出去我再告訴你 走 你來小姐 你來小姐 你一定要相信我說的話 你身邊這個男人 他一直在騙著你 你相信我 你別說糊話了你 走 你來小姐 你來小姐 翠兒 你先上馬車 哦 山妹 你可千萬別相信安秋生的話 安秋生跟你爹可是有殺妻之仇 他們怎麼可能一笑民恩仇 更何況 更何況 你爹是死在你哥懷裏 你哥親兒聽到你爹說 就是安秋生下的毒手 你現在不相信你哥 反而相信那個仇人 可是安秋生既然落在你的手裏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跟我哥啊 我哪兒改啊 你想想 安秋生可是你大嫂的親爹 你大哥的月仗 你大哥 雖然現在對你大嫂很生氣 但是你大哥有多麼愛你大嫂 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吧 你要現在把安秋生放在你大哥面前 你大哥真的能下狠手 把安秋生給殺了嗎 你這不是明擺著為難你大哥嗎 這倒也是啊 可是 你就一直這麼關著他啊 來 山妹 雖然 我一直按照你墨寫的香樸在煉香 但常常不得其法 香樸的主人 就是煉香大師香氏齊 安秋生是香氏齊 最得意 也是現在唯一在世的門生 如果能夠得到他的幫助 我一定能夠順利地煉出最好的香 來治好我的體酬 而且 也有機會去爭奪萬國相毀天下第一項的金杯 這樣你我不就都可以揚眉吐氣了嗎 可是你怎麼確定 安秋生他一定會幫你呢 我自有辦法 山妹 其實我這麼做 不光是為了我自己 你放心 等我煉出了天下第一項 我一定和你們寧家共享 到時候 你們寧家 不也可以重振生育了嗎 然後 我們再把安秋生交到警察局 替你爹報仇 這樣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可是這件事情 你為什麼連你爹你娘都要瞞著 自從我大哥回來以後 我爹就對他另眼相看 把香房和商鋪的所有大事 都交給我大哥去處理 可是我大哥是個大夫 既不懂煉香 又不懂得做生意 把我們文家的產業 都交給我大哥 最後一定是害了我們文家 等將來我煉出了魔香 我爹自然會明白 到底是誰 更適合繼承我們文家的煉香產業 誰才適合做當家人 山妹 這個世上 最懂我的 最愛我的人就是你了 你一定會幫我的對不對 哥 宣哥哥要我替他保密 不讓我告訴任何人 可是這件事情 我怎麼想怎麼覺得奇怪 我又沒有別人可以說 所以我只好跑來找你了 之前我一直在尋找另外一個魔王 最近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我的思路有點亂 可今天聽你這麼一說 我覺得文士軒很可疑 你是說 你覺得宣哥哥是第二個魔王 我以前就懷疑過他 在綁架樂延的蒙面人當中 我發現有一波是日本人 所以我以為另外一個魔王是日本人 可你今天這麼一說 我覺得 你覺得什麼 你覺得宣哥哥 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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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激动 裴山 来人哪 裴山 我心高 好大 来人哪 裴山 你醒了 哥 来 裴山 你吓死哥了 现在爹和娘都不在了 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我可不能再失去你 哥 你别这么说 不是还有嫂子呢吗 不要再提他了 好好好 我不提 哥 你刚刚说 你怀疑轩哥哥他是魔王 不会的 闻世轩那温吞吞的小白脸 怎么可能是老谋深算的魔王呢 可是你刚刚还说 说他很可疑来着 我是说以前 我已经查清楚了 劫走下馋的是惠子 不是世轩 不是世轩 裴山 你现在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最重要的 是把孩子生下来 放心吧 世轩他是不会骗你的 真的 当然了 当然了 以咱们对安师叔和爹的了解 他们两个又怎么可能握手言和 互托生死呢 杀害爹的凶手 就是安师叔 我觉得世轩眼下这么安排 没有什么不同 我一个女人嫁的 也不懂这么复杂的事情 但是哥你竟然说 轩哥哥他不是魔王 那我就放心了 只是 关于四大镇相会会长的事 你 放心吧 我已经想通了 裴山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安心养胎 等你把文府的长孙生下来 他就理所当然地 成为文府的继承人 到时候 爹在天有灵 也会开心的 哥 我听你的 对了 我有一点接受不了 府上一下子变得这么冷清 而且我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想 你可以留下来陪陪我 你以前啊 是逍遥惯了 突然间 肩上多了这么多担子 现在肯定会适应不了 我今天晚上留下来陪你 但是你要拆人 去给轩哥哥捎个信 免得他担心我 什么 二少奶奶回娘家不回来了 是的 二少爷 二少奶奶说 宁府连遭巨变 应答少爷悲伤过度 他要留在宁府陪陪他大哥 北车 我亲自接二少奶奶回来 是 行了 大哥 你的病怎么样了 病好点了吗 放心吧 死不了 是 我是来接佩山回去的 你也知道 佩山现在 已经有七个月的身子了 是 闻始轩 现在佩山不在这儿 也没有其他人 咱们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其实我已经知道了 你勾结日本人 安秋生也在你手里 你就是另外一个魔王 大哥 这种事 可不能随便乱开玩笑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就别再跟我演戏了 我之所以现在不说出真相了 那是因为佩山怀了你的孩子 而且她有心疼病 受不了刺激 等她把孩子生下来 我就把真相都告诉她 所以 我是不会让她跟你回去的 大哥 你现在说我是另外一个魔王 除了你还有谁会信 依我说不如你们宁家 把所有的黑锅都背下来 别干损人不利己的事了 我知道 现在有日本人替你撑腰 你们已经在外面 做足了舆论的铺垫 我这个小霸王 只不过是为了转移视线 才谎称还有另外一个魔王 你明白就好 现在你们宁家 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除了我们文家 你们还有谁可以依靠 为了你好 别再跟我作对了 我知道 现在我没有能力跟你作对 但无论怎样 我都会拼尽自己的权利 去保护我妹妹 可惜呀 山妹一定会跟我回去的 你还不知道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有多好吧 对了 你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是不是看上去普通了一点 做工操了一点 自从你跟日本人勾结了以后 你的品位变得越来越差了 我是特意穿这件衣服 来接培山回去的 这件衣服可是你妹妹一针一线 耗费几个月的时间 亲手为我做成的 怎么样 没想到吧 平日里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大小姐 肯为我花费如此多的心思 你觉得你能够阻止她跟我回去吗 闻世轩你别忘了 佩山怀的是你的骨肉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的孩子也保不住 想让佩山留在这里也行 想让佩山留在这里也行 当年我跟佩山好的时候 你这个做哥哥的可没少欺负我 当年你打了我多少下 打在什么位置 我可记得一清二楚 如果今天你肯让我打回来的话 我就让佩山留在这里 怎么 怎么 不愿意啊 山妹 山妹 你住口 好活 闻世轩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 你有这份坚韧 你想打回来 行 我让你打 我宁志远要是哼出半声 就把名字倒过来写 好 你说 不看你以后还敢欺负我 垂子 笨你 离开 疼吗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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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哥 你怎么了 快快快 快起来 哥 你怎么了这是 你是不是又在外面 跟人打架了 岳父大人尸骨为寒 我为是 你可一定要保重啊 别在外面惹事生非了 世宣 谢谢你的关心 多谢关心 我刚才出门的时候 碰到一只疯狗 不 被他缠住了 好一顿死药 你又骗人 你看看你这伤 一看就是被人打的 哥 爹已经不在了 宁家能撑药的 就只剩下你一个人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 裴山 你叫我 日后怎么办呢 裴山 裴山别激动 裴山 裴山 别哭了 哥没事 哥没事 听话 世宣 别哭了 我都伤成这样了 裴山还得照顾我 你 对 大哥说得是 山北 要不你先留在府上 照顾大哥 我还有点事情 那我就先走了 行了别哭了 大哥 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别哭了 别哭了 明天是日本相会 正式挂牌开张的日子 小雅太郎派人给我送了一封请柬 邀请我去参加 宋贤 你说我是去呢 还是不去 老爷 我毕竟是个副道人家 这么大的事 还是您做主吧 义辰 水轩 你们俩有什么意见 爹 绝对不能去 日本相会这一挂牌开张 就是跟我们本地相会宣战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们不能去 爹 我觉得可以去 做生意嘛 又不是交朋友 只要日本人是正经做生意 咱们为什么不能去啊 二弟 我比你更了解 萧雅太郎的作风 他会这样做 不单单是为了做生意 不管是什么目的 咱们犯不着明面上 跟他们过不去吧 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 我的态度是 我就脱兵不去 但是派管家送一份 不薄不厚的恶礼 对于日本人的态度 我是不结交 但也不想翻脸 我先观望 想不到这些本地乡户们 这么不识态局 我们堂堂大日本相会挂牌 居然没有一个人前来道贺 父亲 请您息怒 也许是我们选的日子不好 我看哪 根本不是我们选的日子不好 我已经派人了解过了 是安以臣四处奔走 告诫大家 不要相信我们日本相会 说什么 我们不是纯粹的生意人 而是另有阴谋 大家相信了安以臣的话 所以才不肯来 应该不会吧 我的密报还会错 有个暗中亲近我们的乡户 来亲自告诉我的 他本来是想 亲自向我们道贺 可是担心被其他的乡户们鄙视 所以才不敢来 之前我们利用文士圈 大量地兼并了很多的小乡房 引起了本地乡户们 对我们日本相会的反感 这样一来 以后再收购 只怕难度大增 父亲英明 对了 我听说安以臣搬进了文府 还称文靖昌为爹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没向我禀报过 父亲 安以臣为了向文家报仇 假意与文家交好 所以才认了文靖昌为义父 安以臣不是在外面 号召所有乡户们 联手对抗我们日本相会吗 难道他还没放弃复仇 是这样的 宁昊天虽然死了 但是文家 依然是安家的仇家之一 再加上 安秋生生死未卜 义臣军当然要替他父亲 完成复仇的心愿了 他们斗得越厉害 对我们就越有利 会长 宁志远亲自来道贺了 宁志远 宁志远 碧会今日挂牌 前来道贺者 寥寥无几 文会长只是叫人送来贺礼 因为有病在身 不便前来 宁少爷却不顾众同道的看法 亲自前来道贺 莫非是遇到了什么难处 需要碧会相助 太郎先生 真是目光如炬啊 令尊的真实身份被揭穿 警察局查封了宁氏厢房 宁家的生意伙伴 也纷纷弃之而去 宁家的钱庄 也出现挤兑风波 看来 曾经在中国乡界 呼风唤雨的宁氏厢房 已经摇摇欲坠 命悬一线了 宁氏厢房 太郎先生 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如果我想让日本相会 帮我渡过难关 不知道太郎先生 会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我很喜欢 跟宁少爷这样的 爽快聪明人打交道 我先告诉你 我可以做到的是什么 第一 我可以让警察局 快速结案 撤销对宁府的查封 第二 我可以帮助宁氏厢房 打开日本的香料市场 第三 我可以帮你找到安秋生 报杀父之仇 第四 我可以让你 打败你的老对头 闻家 此四点足矣 不过 太郎先生需要我做些什么 宁少爷 只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 休了乐言 取惠子为妻 太郎先生 我刚刚成亲不久 便要休妻 这未免也太绝情了吧 不 你错了 绝情的不是你宁之缘 而是安秋生 新年 保隽 特别爱做噩梦 总感觉 好像有什么事情 要发生一样 肯定是一连串的事情 饶乱了你的心神 令你无法安睡 你不妨试一下安息香 可以松弛你的神经 没用的 情有心生 香只能控制人的大脑 没有办法控制人的情感 你不妨试 安秋生口口声声 说要报杀妻之仇 却忘记当年 正是他夺妻在前 令尊作为一个男人 尊严扫地 才不得不反击 结果香雪淫自己服毒身亡 令尊有何罪之忧 儿女和乐言已经成了亲 令尊不惜跪地 恳求安秋生放过他 但安秋生 仍然杀了令尊 如果你继续让杀父仇人的女儿 做你的妻子 你如何对得起你死期的父亲 没错 我要报仇 我一定要报仇 宁氏厢房从创办至今 屹立五代 宁氏厢房 在你父亲手中 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 却又在你的手里陷入绝境 文家又趁火大劫 夺去了你们四大镇 相会会长的地位 宁少爷若此时还陷于 儿女情长当中不能自拔的话 那么宁家 就真的万机不复了 到时候你有何颜面 去见宁家的列祖列祖 文静昌父子都是小人 我宁志愿和文家不共戴天 惠子是我的独生女儿 聪慧美丽又精通调香 难道不比乐言更出众 一旦你们宁家与我们日本相会联姻 宁家就可以马上扭转困境 更可以迅速地打败文家 重新夺回四大镇相会会长的职位 太郎先生说得没错 眼下我只有和日本相会合作 我们宁府才有翻身之计 太郎先生说得没错 我一定是在山下的 感谢观看 这本乡谱是我从别的渠道弄过来的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被动过手脚 也分辨不出真伪 我希望你带回宁府 帮我对照一下 好 请太郎先生 给我三天时间 三日之后 我必来回复 我刚刚得到消息 三天前日本香会挂牌 整个魔王里所有香护 都只派人送了点礼 可没有一个人亲自到场祝贺 除了宁志愿 今天一早 宁家的香房和房产都已经解封 而且日本香会还大量地购买宁家积押的香料 销往日本 看来宁志愿去日本香会 不仅仅是道贺这么简单 真是没想到 宁志愿居然向日本香会屈服 他难道就不明白 他宁家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完全是日本香会为了垄断市场 拿他宁家开的道路 以前老爷很瞧不起宁昊天 觉得宁昊天心胸狭隘 现在回想起来 这个人在大师大妃面前 还是守得住底线的 是啊 而他尸骨未寒 他的儿子就投靠了日本人 真是令人惋惜啊 人各有知 无论宁志愿做了什么 我们文家都要带领所有乡户们 团结一致 共同创新 不要让日本香会的诡计得逞 你看着我干嘛 二弟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大哥 对宁志愿的态度有点奇怪 他投靠了日本人 你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人各有知 因为宁志愿 他姓宁 不姓文 如果让我知道文家的兄弟 投靠日本人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 我原本以为 他只不过是受不了 这么大的打击 过段日子就会好的 真没想到他 这乐颜以后的日子 该怎么过呀 不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志愿会是这样的人 我不相信 你要去哪儿 我要亲自去问问志愿 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少爷 少爷 这聘礼都准备齐了 虽然我们宁家的元气大伤 可这聘礼一定要丰厚 不能让日本人觉着咱们小气 少爷 您真的想清楚了 一定要这么做吗 现在除了日本相会 现在除了日本相会 谁还敢跟咱们宁家合作 我总不能让咱们宁家的家业 毁在我的手上吧 少爷 您就在听我一次劝承吗 就算是老爷他在天有灵 也不会同意少爷这么做的 不要再提老爷了 老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宁家由我来当家 是 大少爷 大少奶奶回来了 少奶奶 您不能进去啊 少奶奶 您真的不能进去啊 少奶奶 您听我说 少爷他现在 反正您不能进去 少奶奶 大少爷 少奶奶 他坚持要进来 少奶奶他坚持要进来 乐颜 你这是干吗 你不叫我臭丫头了 没错 从今天开始 我都不会再叫你臭丫头 为什么 难道你 你应该知道 不是儿致悦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就会一口咬定 你是我爹杀了你爹呢 我知道 你一定是中了惠子的催眠 受了日本人的挑拨离间 可是为什么我的醒神香 会对你没有任何用处 你为什么听不清我的解释呢 乐颜你应该明白 香只能激发出人潜藏的欲望 但是改变不了我的眼睛和耳朵 告诉我的现实 可是 不要再可是了 我现在不需要任何没有意义的解释 我只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宁家 渡过难关的人 乐颜我知道你可以调出世上最好的香 可是你的香可以改变警察局长 贪婪的本性 让他放过我们宁家吗 你的香可以让那些愚昧的香户 相信我们宁家的香里 没有那些少女的冤魂吗 你的香可以让我们宁家 积压的所有的香都卖出去吗 让所有的工人都不失业吗 你不能 对不对 那你就应该明白我的选择 你要羞辱我 没错 我已经答应了日本香会 跟他们长期合作 共同枉断中国香市 为了表达诚意 我决定取惠子为妻 你这些 你这些都是真心话 这些 是我马上要送给日本香会的聘礼 本来我还在热孝之中 不宁婚嫁 可现在是非常逝期 为了重振宁家 我没有办法守孝三年 我相信我爹在天有灵 也一定会原谅我的 你来得正好 我来得给你 我新闻 你去 是 你的 大臭 还不宁儿 我现在这次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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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安乐颜 自今日修复 从此与您支援恩断情绝 永不忘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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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